今天在小公园又碰到台湾大爷 我们让他给我们讲一讲 他的工作经历 他说每天早上都要喝一杯咖啡吧 你提提神 以前是的 现在喝茶 喝茶 每天喝一杯茶 喝什么茶 喝红茶 台湾大叔 昨天视频拍了你 很多网友很喜欢你 说你长得像圣诞公公 基督教了 你是不是我们提神提名 我们都像你上帝的 我不信上 我是信佛教的 我就是问他们 美利建和中国为什么这样伟大 他们讲不清楚 我们来到美国很短的 美国你问好多的ABC 他都解释不了 现在就讲 美利建和中国两部45年 为什么这样伟大 他们都搞不清楚 你搞不清楚 你快点看美金 美金去 华盛顿也都前任期的时候 林肯也都前任期的时候 华盛顿讲的 我们国家要感恩上帝 再问老人讲两心话 美国带老人好 带些小孩子好 他们有些人对法教不了解 我说法教比基督教好就难住了 法教就无章也要出家了 就不能套老婆的 就天使教的基督教他们又不懂 天使教圣物包结婚的 我们基督教母师好结婚的 天使教为什么有这样的 全世界宗教的 天使教亚述要加起来的两句 打着25亿主意 法教有法教道理的 特别一个女的啊 这个女的不是在叫吗 马路上叫啊 他这样叫的 你们不要把你不杀啊 你不 这法教实家母的实家母的道理啊 我们现在都年纪大了 65岁以上 我刚刚不是王大县吗 一个武当讲的一句话很 65岁不管是中国人 不管南方的北方的老头是吧 真的做好事 像你还快乐得多了 我不是了 真的做好事不能做坏事 对对对 做好事按照法教教 我要做坏事 那根本要倒白了 在美国44年了 哇 大叔您就刚才说 你在美国念了5个大学哦 是哪几个 第一个大学是纽约大学 NYU New York University 最早的纽约私立大学 我念的是他那个谈判课 企业谈判 negotiation course 然后第二个大学是 New York City University 美国私立大学 电脑课程 做程序 第二个也是纽约私立大学 是这个法学院 我念的商事法 我念的那个纽约州设立的房地产大学 那个法学院和房地产学院 我几乎都是每次考满分的 成绩非常优秀 所以那个我有一天吓一跳 我说川普总统会怎么会认识我 我不认识他呀 他原来是看到那个房地产大学里面的考试成绩 你每次考都满分 所以他原来是搞房地产的 所以他在查名单的时候查到我 所以他写信给我 叫我参加他的房地产课 我原来这样认识我 我完全不认识他 有空的时候我就写 血信告诉川普总统 请派兵 在欧瑞港州 波特兰市 那个暴动 闹了一百多天 那不成样子 你说弗洛伊德那个事件 那个事件 那个是个人的错误嘛 一个人负责 怎么叫大家负责 还把他歪曲成种族歧视 这搞暴动 这是不应该的 我叫总统出兵 可是总统同意了 国会不同意 国防部不同意 认为军人是为国家对外作战 不是在对国内 国内你自己想办法 我还参加了 宾州大学的Temper University 宾州大学最有名的 施力大学Temper 参加那个盒子废料 管理处理的这个课程 负责的这个教授 班主了 走到马里兰大学去了 我又跟到马里兰大学去学 学这个课 所以在美国等于上了 那个五个大学 我还参加了 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的课程 所以还有材料课 我也去参加了 所以很多课程 那您最高学历是什么呢 人家讲说博士后 练完博士博士后 我不是 我应该说是专家后 因为进入美国三个专家公司 在它里面学习 那个专业技术 学了超过十年以上 大叔你说你最早在台湾 是参加过很多建设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 那么去服务预备军官 做过这个炮弹军官 做过飞弹军官 然后毕业退伍下来 参加美国 那个犹太人的公司 那个是设计建厂公司 在里面夺得第一名 被派做设计工程师 工程师的训练班老师 训练大量的去工程师出来 然后我们做过了 炼油厂设计建厂 清油烈结厂 锯乙锡厂 锯饼锡厂 这些都是塑胶厂 然后还做过美国最大的化学公司 杜邦公司的两个厂厂长 那是生化厂 然后第三个我就是做德国 美国德国人的公司 核子发电公司 就备态公司 Bectiel公司 Bectiel Group INC 这个全世界的最大的 核子发电公司 做过高级工程师 这是哪一年的事 我1969年就做了 在台湾在台湾 他们这些美国公司 都不把公司搬到台湾去了 所以我们有机会 训练合格的话 我们就在里面做了 为什么我们的待遇 不是把美金 把的是台币 他们高兴死了 美国请一个工程师 台湾请40个 价钱差得太多了 他们高兴得不得了 然后在台湾 结世界各国的订单 订单以后 我们设计好的时候 能在各国建厂 那我的学生就被派到世界各国去 建厂监工 他们赚宝了 我们高兴死了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超音感美 把他们功夫都学过来了 我们就完成了十大建设 十二大建设 十四大建设 在台湾里 所以他们赚到钱 我们赚到技术 我们完成了超音感美 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那是台湾整个经济起飞了 超音感美也成功了 那是多少年代的事 那1960年代就开始了 60年代 所以你们 当时还没有开始 已经完工了 很多事都做好了 那你是哪一年来到美国呢 我77年 做留学生来美国 大陆还没有跟美国建交 那个时候 华人很少 没有 没有什么华人 就是台湾这个 不准核市啊 现在第四了 核电厂要重启 现在还不让重启 虽然我是大陆人啊 我很关心台湾的政策 感觉了他们太自由了 就是说民主了 过分了 民主是民主 但是太过分了 民进党 反对核市 利用这个核能发电 把核能发电 夺得政权 核市花了 国家这个四千亿 三十年时间才建成的 结果被他关掉 那么多工厂 尤其是台积电 都等着他用电 他没电给他 那现在逼的这个台积电 要搬工厂到日本去建厂 能好好的厂在中国台湾 为什么要搬到日本去 对不对 那个苏贞昌他在日本还在反核电 日本有五十五个核子发电厂 一百一十部核子发电机 那么如果不反的话 他们就通通关掉日本经济 马上崩溃 马上亡国 这非常严重的问题 他都搞不清楚 他又跑回来台湾 利用这个机会 夺得了政权 这是非常愚蠢的 搞得台湾经济下滑 你们要知道 这个美国这个核子发电厂设计的非常安全 它有那个钢筋水泥罩罩在里面 原子炉如果融化的话 就融化在里面 而且它还有化学的方法 把所有的中脂通通吸收 所以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个厂是没有问题的 那个媒体报告假新闻太多了 造成大家都吓坏了 你想想卡特时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 日本已经做了55个核子发电厂了 110部机了 它已经发电 它的工业都靠这个 没这个一关掉 它就完蛋了 整个国家完了 经济完全靠这个核子发电 苏贞昌还跑去 去讲反核子发电在日本 这不是笑话吗 它闹笑话 它就不晓得自己多危险 你还被日本人抓到丢了海里去 日本人是谁帮它设计的 也是美国的 日本都是美国去的 现在中国大陆要做286个核子发电厂 台湾有多少个吗 台湾一共第四厂 俄国设计是平顶的 它爆炸以后 核子辐射通通飞出来了 周围的老百姓都给它弄死了 不一样的 美国和俄国两回事 因为美国要负责任的 11个人要赔300万 赔都会把你赔垮 所以台湾里没有问题 做了这么三个四个了 第四个都没问题 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 最新式的最新式 所以那个那个安全度的功能 都是一流的 优点太多 占的地很小 罚的电无雄大 你要多大的电都可以 一个核电发电厂能够罚半个台湾的电 都没问题 只要两个就台湾全部搞定 它的废料占的体积非常小 你的工业经济发展都没有受到限制 核电厂都是建在海边 因为那个核子发电用了电完以后 还要需要冷却那个剩余的热 怎么办 就用海水冷却 因为淡水没那么多 淡水要大家要吃饭的 要喝水的 不能用淡水 那么海水冷却那个中间的冷却煤 然后中间冷却煤 再冷却核子反应炉 这样子是第二道 经过两道手续的 废料没有问题 废料你找一个不要的地方 废地 你就把废料存在那里 因为它一次装料可以烧40年 40年以后都没东西了 然后你把它浓缩放在一起 找一个地方埋下去就完了 一点问题都没有 它已经没有什么辐射力了 核子发电厂能做任何一个size 多大多小都可以 因为它不受限制 这样子 你其他东西受限制 太贵了 都烧不起 一度电 它便宜的不得了 国家投资的话做出来 便宜的不得了 几分钱一度 那你用电用的很痛快 今天拍的这一集 今天拍的这个要后天 后天方 好的好的 谢谢台湾大叔 谢谢